紅包就給我們 小孩子 小孩子 真的小孩子嗎 小孩子真的 然後現金 傻眼 小孩子到你們面前來拿出紅包來給你們 我第一個反應還有謝謝 超丟的 小朋友發紅包你們怎麼拿 對啊 馬上就還給他 因為我們看到裡面有現金 因為一開始 我們很多都是包紅包 粉絲會包紅包 可是裡面可能就是祝福的話 或是戲 就是要討那個戲 就發現謝謝你拿起來 欸 怎麼厚厚的 發現裡面都是錢 對 就是趕快跟那個工作人員講 然後把它退回去 然後是六位 每位都有現金很包 一個人好像是六千塊 然後網址特別多 對 就是三萬之類的 所以他是衝著你嗎 那別人不得已 就給個面子也包一點的事 我不知道 就是我們歌迷其實都蠻像的 對啊 蠻類似的 所以 你們碰到 如果萬一有人送了禮物來 你很羨慕是嗎 貴個 你沒有收到嗎 直接就收了什麼 人家退完 直接就收起來了 沒有 沒有 有信任 很多觀眾也覺得你很紅 為什麼你都沒有收到禮物 因為我這個樣子 怎麼收禮物 這個意思 整天都是這個樣子 到底有沒有粉絲送過你東西 沒有 信件有嗎 應該有 有吧 有 趕快招一個出來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肖部應該有祝福的話 有沒有泡麵 沒有泡麵 哪有泡麵這麼好 你要泡麵嗎 泡麵我剛剛聽的都很羨慕 泡麵 你要泡麵嗎 泡麵好 我幫你喊話好不好 好 泡麵 這樣嗎 什麼 沒有 好招式 怎麼招 這個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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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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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手 想很久 哇賽 想很久 在後面想很久 想很久對不對 對啊 我想說這樣比較好要錢 賣一點才藝 你那波動車騎多久了 大概五年了吧 五年 你們應該都淘汰五年的車了吧 OK 所以漢典真的比較辛苦 對啊 五年了 去加入棒棒糖 比較有在康熙 康熙苦了你了 不好意思 他可以加入棒棒糖嗎 他可以把他擺脫掉 康熙就好 你會不走嗎 不過棒棒糖 我不走 這什麼衣服 聽說是跟你們的上司 家裡去搜刮來的嗎 對 有一些事 是安迪總監是不是 對 然後他衣服你們都可以穿 對啊 那他是開放說 隨時去他家拿衣服嗎 沒有 他有時候就是像我都是穿 比較大號一點的 對 他如果太大衣服 就是全都會拿來給我穿 就會都拿給我穿 鬆掉捏給他嗎 不然就是可能鬆 洗完不是會鬆掉嗎 靈口比較鬆 然後我穿起來 就合身 然後都是適合當明星用的衣服 哇 他穿超帥的 沒有就是私底下休息 有些是真的適合明星的 然後就是他 像我們要上通告什麼時候 覺得沒有衣服穿膩了 想要跟他接一點新的來穿 然後他幫我們六個搭好之後 我們覺得 欸 穿起來蠻好看的 就不會還他了 超厲害的 所以總監家裡有很多衣服 我去過他家一次 他家的那個更衣室超大的一個房間 但是他從來不讓我們去 對 因為他怕我們去都收刮他的衣服 那妹妹妹都收到什麼啊 什麼都有耶 最常是信件比較多 信 信啦 然後還有娃娃 也是娃娃很多 然後我們最近也在跟公眾討論說 就是娃娃太多 我們實在是 沒辦法拿回家的一樣 就是捐給育幼園這樣子 對 有貴重的東西嗎 我記得之前好像有人有收過 Tiffany的項鍊 Tiffany的項鍊 那可以收嗎 因為就是見面會 所以他拿過去你面前的時候 後面工作人員就一把把抓過去 寫上你的名字 就丟到箱子裡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拿到 看起來好像很貴重的東西 但打開是一個 他自己寫的一張卡片 對 有 在這裡 在香港 根本就不過慮了 工作人員只是怕我們來不及 所以他們在後面 就拿一個大垃圾袋 這個是Apple的 小蠻的 戴牙的這樣 就寫上小蠻就丟進去看 我們回去再自己看說裡面是什麼這樣 講到這點我就覺得 我們現在去香港 我這個 就我們去香港我們要去吃東西 但是我們就是 一路上的時候都很多歌迷在跟 那我們就不能拿禮物 因為已經瘋狂 可是就在一集的時候 那個東西都一直丟進來 沒辦法 我最後就抓到一把 是一個 安娜素的袋子 很漂亮 就丟過來我想 就是拿一袋 結果他們最後就罵我 他們就說你為什麼要拿別的 我說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東西一直丟進來 我就隨便就是拿一個 然後沒想到是個貴重 然後他們說你這樣子 人家都會覺得你是 就顧慮的 對 只顧慮的 就我想說好不要這樣 那大不了如果是香水的話 大家一起噴嘛 就把女生的 對 之類的 結果我就打開 裡面吃一罐 插燒醬 插燒醬 就是用 插燒醬 名牌的袋子 然後裝一個插燒醬 重點是你前面還跟我說 炫耀這樣 沒有 沒有 插燒肉醬 大概是說 也好啦 不過還是把它吃了 所以你們去香港的時候 也像目前開演唱會之前的心情一樣 不確定自己紅到什麼程度嗎 嗯 結果從哪一刻開始發現自己很紅了 機場往哪 機場有點像 你們下機的時候 有人警告你們要把 夷容弄得像明星的樣子嗎 沒有 就自然 所以你們就醜醜的下機 對 然後粉絲就在機場等你們 嗯 第一次比較隨興一點 第二次就有比較 打扮一下 威廉還說 沒有啦 樓上找墨鏡找超久 所以粉絲 接機人數大概 三兩 三四百人 哇塞 很驚人欸 可是都會跌倒很危險 對啊 而且王子臉都這樣 他們那個香港的報紙都很誇張 被擦眼睛的 掐脖子的 對 都是 人家都是握手嘛 他們不是握我的手 他們是 而且你最好笑 他被拉耳朵 我一直笑 我聽到一直笑 對 等一下 大家都想要拉他耳朵 而且我還聽到說 好 就想拉你耳朵了 對啊 而且還在廣東槍 而且那時候 出機場的時候啊 我就本來走第一個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顧自己 因為怕歌迷掉 也怕自己跌倒 結果他們五個就 默默一直往前面走 我就一直被歌迷拉著 一直往後退 也沒有人救我 我不知道最後是誰 用一隻手把我往前 都推出去 不然我應該 就在那個人群中不見了 所以你們的語氣是說 你們的粉絲 比較像把你們當玩具的那個 也不是 是應該說 我們不常去香港 他們可能就有機會來了 他們比較熱情 想要碰你一下這樣子 OK 可是你們 你們回去飯店 不是樂壞了嗎 想說烘成這個樣子 就是 被推走 那一下心裡還是覺得很感動 YES 對啊 YES 所以是這個 其實應該是 先在香港開演唱會才對吧 對 我覺得他們應該在香港辦 第二站可以去香港嗎 還是要在自己的故鄉 打好基礎 他們的老闆是不是在冒汗 我們在 一直把他們 慫恿他們做危險的事情 現在工作狀況是 超滿嗎 就是快要累死這種嗎 滿滿 對 因為加了小巨蛋演唱會 所以就現在其實滿快的 嗯 妹妹們有閒嗎 我們現在 也是因為他們的演唱會的關係 所以一天到晚都在排練 然後因為要推出新的那個作品 所以也一直在進出那個錄影室 OK 所以你們可以 平常作息會被管嗎 什麼幾點睡覺啊這些東西 不會 但譬如說像有人會遲到很誇張 那種遲到兩三個鐘頭那種 為什麼會這樣 不知道耶 就很誇張 就是總是有人遲到 欸 你幹嘛 好像是你在幹嘛 是你啊 蛤 你大遲到著 有 他有遲到過 我也有 有 對啊 大遲到會被修理吧 會被唸 會被唸 一直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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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戲的時候有時候五點 然後如果你遲到的話 好像好像就有幾個會遲到 然後就會被白眼 對啊 拍戲是比較不會的 你們遲到最多的是誰 我們 妹妹吧 我最近換了一個聽不到鬧鐘的病 我的 手機啊 就放在旁邊喔 就一直想一直想 我都沒聽到 然後那個經紀人打給我 我也沒聽到 然後就一直想到手機沒電 好可怕啊 我就很害怕 我就覺得不行 我跟他拍戲的時候一起住 然後就是那個 我們去台中拍戲 然後他就把手機握在手上 然後我就看電視看一看 就聽到 嗯 嗯 然後我想說什麼聲音 然後因為我的手機是有開聲音的 我就看 他手機握在手上 然後手機這樣 一直在震動 他居然沒有醒來耶 我還在睡耶 超誇張 我很害怕 那妳 那妳遲到後怎麼 去現場不是很內疚嗎 我遲到 對啊 然後就會開始 有一次那個大牙的公司 有點讓我覺得 我都不說話那天 有一天是我們要一起去 坐飛機到高雄 然後我那天遲到 然後我就默默想說 我那天就安靜好了 想說不要說話 不然就是以免多出不好的爭執之類 結果我就開始走在前面 我就默默聽到他打在後面說 對啊 他就遲到啊 然後就會跟我們經紀人在聊天 然後我就走到這邊 然後默默走到前面坐下 又聽到大牙不斷在後面講 現在想說太可怕了 我就很想趕快把那天的通告給他結束 可是是妳遲到啊 還怕人家 那太可怕了 而且我一來 我都很想跟大家徵求怎麼辦 可以就是讓我睡 就是 妳要買很多個鬧鐘 不會這樣子 對 妳要買很多個鬧鐘 因為本來掃蠻也是這樣 他後來就改掉了